作感报消夜想 念来伤害我的人呢 实际上正是来助我消夜祈福 他们是更为慈悲者 那是我的上师或佛陀上所化现 特来激励我们修习菩提心法的 这一点特别好 这我经常说 就是说消夜感报感受果报 那我们既然发了愿要帮众生了 那众生来事先这种伤害 那事实上是来帮助我们修安忍的 同时也是消我们的夜 消夜祈福 所以说所有伤害我们的人 才真正的是我们的善知识 有可能他就是佛菩萨的化现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佛菩萨加持他们 让他们来做这个事 来成就我们 因为佛菩萨加持他 成就我们 我们成就了 到时候我们就能够早点度他 是不是 因为他的伤害 他也有功德了 伤害菩萨唯一的功德 就是可以得度 因为伤害了菩萨 菩萨成就了 不就来先度你 度你 当然你得到地狱里去待会儿 这是唯一的功德 就是可以得度 因为你毕竟结上了一员了 佛菩萨加持 当然加持也是 过去确实有这个业 不是说乱加持的 就是说 可能你过去是正好有这个恶缘 恶业 就是你欠他的 正好呢 佛菩萨加持他 让他来害你 来诽谤你 伤害你 基督你 各种伤害都有可能 所以说 伤害我们的人 才真正是我们的善知识 这一点一定要想明白 不能够模拟两可 不能觉得 师父说的这个不对啊 怎么伤害我们的人 变成了善知识了呢 不是恶知识吗 这个恶知识 其实善恶知识都一样了 都是知识 过去知识的意思 就是老师的意思 所有的伤害呢 对我们能够有能力承担的人来说 这种伤害就是最大的慈悲 当你能够承担这种伤害的时候 就是你能够把这种伤害 化成逆争上缘 当然了 如果你还做不到 就不行了 他一伤害你就生气了 你跟他对打起来了 跟两个猴子似的 就打上了 那就不行了 那是摩加持你们俩的 这是佛加持你们俩的时候呢 就是让你能够承受得起 让他来伤害你 成就你的安忍波罗密 成就你的修行 这个是佛加持的 你要是承受不了 你跟他对打 那就是摩加持你们俩了 那你们俩一块照页 那真的被摩加持了 所以说你看 佛摩就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了 你自己只要是正念 你就是佛了 也是佛加持他 也佛加持你了 如果你自己生起恶念 那就是摩了 你不光是害了自己 你还害了他 这个宵夜观想特别的有效 很有用的 要好好的想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